在日前美國國會舉行的 《讓我們的父親自由》人權聽證會上 法輪功學員王志文的女兒王曉丹作證 在過去的近15年中 她的父親在監獄裡遭受各種酷刑 被剝奪最基本的做人的權利 作為女兒的她 心裡也無時無刻不再受著煎熬 而所有這一切的發生 僅僅因為一個原因 她的父親修煉法輪功 王曉丹呼籲 立即釋放遭中共當局 監禁迫害的父親王志文 她希望她所遭受的這種痛苦 不要再落在任何其他人的身上 聖誕和新年又要到了 人們都在準備 期待合家團圓 但對於王曉丹來說 每年的佳節喜慶 更刺痛她對父親思念的心酸 今年33歲的王曉丹 18歲時離開自己相依為命的父親 只身一人來到美國留學 父親無端身陷淋雨 並19歲的她天天以淚洗面 在聽證會上 王曉丹回憶了自己在沒有父親陪伴下 成長的艱難 痛苦的回憶令她數次哽咽 王曉丹呼籲美國政府幫助 讓她的父親重獲自由 不要讓她的悲劇在別人身上重演 王曉丹的父親王志文 曾經在鐵道部擔任工程師 於1992年開始修煉法輪功 並成為一名義務聯繫人 幫助人們學練功法 打坐和實踐真善忍的修煉原則 王曉丹表示 種種證據都表明 她的父親受到酷刑和其他虐待 在聽證會上 王曉丹難過地舉起一小段 父親在獄中親手打磨的小树叉 這是兩個月前 國內親友在探訪他父親後 輾轉帶給她的 為了父親為了和他父親一樣遭受迫害的中國法輪功學員 為了其他的中國女兒們不再遭受父親被冤枉的痛苦 王曉丹選擇了營救父親 王曉丹選擇 我希望這位是一位 当天参加听证会的 美国议员都深受感动 克里斯·史密斯议员说 作为一位父亲 他为有王小丹这样的女儿感到骄傲 这位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的 美国众议员敦促北京 倾听这些真诚的呼吁 将心比心释放这些良心犯 让他们与亲人团聚 国会议员匹腾格也赞扬 王小丹等五位女孩的勇气 现场议员们纷纷表示 愿意加入营救的行列 让这五位女孩和父亲很快相聚 那位直温王小丹